海巡署第九巡防区指挥部日前接获消防局通报 说在台11线实名油气区疑似有民众落海 立即派出了海巡队还有安全署人员到现场进行施救 而第九巡防区的指挥部表示说 将近一个月就有两次在实体坪发生溺水的意外事件 呼吁民众如果海上不好 前往海边油气千万要注意安全 按检查人员抵达现场时该逆者一面部朝下在海面上载幅载城 由于落海位置就位在实体坪及浪区救难风险高 但为了抢救宝贵生命 海巡人员仍奋勇下水 利用绳索及救生设备将其拖待上岸 就其实由消防人员对逆者施予CPR心肺复苏素来急救 并随即将逆者送往卫福部花衣封闭分院 经急救后仍回天罚术 本案发生于7日晚间两腰时取 包人与逆水民众一行三人 自台11线60K处市门游戏区 支持浮潜及钓鱼 经了解该逆水民众从事浮潜 遭让卷走无法上岸 同心友人通报救援 本队抵达现场后 以及将逆者救起 就其实已无生命迹象 后续送往华联医院封闭分院救治 第九巡防区指挥部表示 这起逆弊事故是十踢平海域 近一个月来的第二次意外案件 呼吁民众如果与海上不佳 前晚不可贸然下水并远离风险海域 以免发生寒事 并表示为了降低溺水意外的发生 在民众亦从事水上活动场域之邻近安检所 均有提供免费借用救生医服务 借此来保障民众生命安全 如果民众发现有危难状况 都可以拨打海巡署118免费服务专线 以获得最快速的救援协助 记者林杰峰冰箱采访报道